我叫玲瓏 火徒是我的姓氏 我出生的地方叫織火 我爹说 每一个降生在織火的族人 都是先祖的恩赐 但族人们说 我的出生 是因为我爹 坏了先祖所有的规矩 怪物 你们家有怪物 那可不是怪物 你们不用害怕 更不应该伤害他们 因为 他是你们的神主 认得我吗 从上古时候 我们就相识了 我替平江侯竹妻要个人 一个小玲瓏的女孩 整个苏川只有我能保护她 让我带她走 她不属于这里 再让我看见你 我要你的命 可怜的人 他们知道自己拼命守护的 是什么样的罪恶 你最珍贵之物 悬在山上 而我林霄最珍贵之物 该自由行走在这天地之间 你女儿 有危险 想找她 跟我来 与我卫生宴做生意 你可要考虑清楚 此人不但是一个骗子 还是一个暴虐诚信的妖物 给我把她拿下 谁想杀她 想过了我这块 再见 住手 园医的出现 就像是一束光 召进了我生命中 昭都没有荣耀石 但是 我会为你建一座 建一座 只属于你一个人的荣耀石 小子 你这手就不用一直握着了吧 那你也撒手吧 还想搂人家多久啊 你这都什么书啊 巨谷的秘密 平庭秘闻之贵族婚约 这是写我的吗 林庄 现在是我的人了 带别人家的老婆跑路 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你长得好看啊 但我没问题 你是要把她托付给我 我 也是可以考虑的 你想什么呢你 是爹更厉害 还是袁一更厉害啊 当然是爹了 袁一永远只能排第二 我什么第二 我也太难做了 我以前只要哄我爹一个人 神愿伟大 是神诚就愿可怕 杀 为了宿川与君上 我飞天 甘当罪人 我以宿川神礼之名 看烛熙死罪 我祖宠你们每一刻 直到宿川毁灭 神主是宿川的神主 并不是君上义人之神主 可玲珑 是我的玲珑 神主和天子 注定是要在一起 跟剑作战的 你只不过是 奉养神主的一个人生 他原始早已罪无可恕 如果我不能护他一世周全 至少要把他的身化还给他 神主 只要有我这个当爹的 我救他 还闻不着你 我是宿川的天子 我必须结束这一切 就算我是个怪物 我要先把你救回